金融市长牛昌与多位市议员在成功国小为11间学校中央厨房共同接牌 为了提供金融学子更优质的营养午餐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争取1,7000万元经费进行 包括百福国中及成功国小等学校的中央厨房改造计划 以成功国小为例 除了更新厨房烹饪料理设备与校图作业环境 更美化原本昏暗的走廊 还将闲置舱间打造成风食房食欲空间 并融入食欲教育相关课程及活动 让小朋友了解食物来源 进而学会珍惜食物 我们不只是处理厨房而已 我们其实上次把它当成是校园改造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各个学校有师生的一个参与 另外厨房的周边的环境也一并做了整理 所以很多学校其实是用闲置的仓库 或者闲置的这些空间来进行厨房的一个改造 厨房的空间不只是这个食欲教育的一个环境而已 其实也是整个学校包括休闲或者是甚至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相关课程的一个讨论跟交流 可以一个空间但是有多功能的一个使用 那所以我们是等于是让整个金融市的校园环境 已经在最近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有大幅的一个改变 平常的营养午餐感觉比较好 明亮又充满美感的用餐环境 加上由营养师秉持把关的美食佳肴 让小朋友吃得相当开心 打破外界对校园厨房的刻板印象 更让关心金融教育的市议员们大为肯定 有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回忆还不错 那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非常好 因为记得成功我小以前不是这样子 那经过改造之后真的是不一样 觉得真的是学校用心 家长安心 小朋友吃了会开心 色香味俱全的一个营养午餐 学校环境改变以外 包括这个中央厨房 食材也很棒 所以学生应该很幸福 在这种环境之下的成长学习 我想他们也会留下很好的回忆 我也非常开心 今天我们学校的教育的颈导这一环 我想对小朋友未来的讲 他们在学习上还有在学习上 会觉得非常的一个开心的一个环境 我想成功国小校园环境的改变 今天再加入这个厨房的改造 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让我们的学生老师都有一个很好的食用空间 然后也可以让学生来学习我们食物的这个保存 还有不要浪费的精神 除了改造校园中央厨房与活用闲置空间 教育处方面表示 未来四个月将规划食斑鱼入菜 让基隆市每位学生每个月都可以享用一次食斑鱼 同时也规划将午餐菜金加码5元 并积极向中央争取升级午餐食材费用 让基隆的孩子能够享用更丰盛美味的营养午餐 职育教室正在 在 记者张祈腾记者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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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